今天是小猫咪们绝育的第八天 天气非常好 晴空万里 瞧吧 去哪里弄了一个小鸭子 好可爱啊 这几天给小妞妞吃的太补了 还有阿芒 都长小肚子了 手术医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瘦 紧紧的哭着 然后妞妞就勒成了一个米其林轮胎 本来就没脖子了 现在还成这样了 长小肚男了 哎呦呦呦 生气了 好不说你 不说你 不说你 刚开始发现衣服变紧的时候呢 我就把后面后腿两条给它剪掉了 但是昨天晚上看到呢 那个小肚子已经勒得不像样子了 肚肚累得难受是吧 我拆掉拆掉 咬下去 那就先赶紧猛拆吧 怪不怪 拆了就舒服了 就不用一直喷了 这里呢 上去 脱衣服呀 脱吗 知道难受是吧 那我们就开始了 别动别动 马上就好 好了 自咬了 来看 看这多 下裙子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打了一个好大的结 跟纱布粘在一起了 可以解 用手解开 要是不能解的话 只能剪掉了 用手解完了 以后用梳子梳一梳 它就会 很好了 消个毒 喷个样样就好了 伤口还是愈合的 很好的 然后喷了这个呢 它会有消毒的功能 然后会隔离那些细菌 来拿梳子给你顺便梳一下 刚才那里打结了 我先把它梳理好 戴个圈圈 这样就舔不到伤口了 小阿玛别动别动 变成一朵太阳花了 这样刚才喷的药药呢 就不会被它舔掉了 惹来了一堆猫围观 它想进那个盒子 可是它的头套一直把盒子往前推 虽然知道我毛很可怜 但是我就是忍不住想笑 自闭完了 等药要干了就可以不带了 别跑了啊 等妞妞拆完了 就一起去吃东西 好了 等妞妞来了 妞妞 妞妞给你把衣服拆掉啊 你看这个肚子 累得紧紧的 是不是啊 哎 太好了 乖一点 啊 哎哎哎 生气 不生气 不生气 脱掉这个衣服不是舒服了吗 只好摁住了 没有办法 妞妞的伤口也恢复得很好 干干的 什么问题都没有 那个想躲一下 想躲一下 看你应该要戴头套就好了 他妈刚才都戴了 妞妞也戴 我的妞妞去哪里了 转一下 这样就看见了 好大一堵老爸 这是2019最新款的头套 妞妞就给你戴了 猫猫也戴了一个 潮流潮流最潮流 这个孩子戴上头套也不会走路了 还好没有自闭 之前我有询问医生 这个头套是不是一定要戴的 然后那个纱布能不能拆 医生给我的建议是说 在拆掉沙布之后 这个头套呢戴不戴无所谓 因为我们家猫太多了 它自己不舔别的猫也会舔它 并且问了一下 这个伤口要是没有沙布包裹的话 会不会有事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 它舔也没什么大问题 所以我才放心地给它拆的 妞妞你的牙好了吗 妞妞 舅舅老担心了 一直在妞妞旁边转来转去的 妞妞 你的女人也是想见那个盒子 这个孩子自闭了 好了 舅舅平常修仙的地方 奶奶 戴上这个套套好看的 奶奶不生气了 走了 我们出去吃饭碗 好吗 奶奶给好吃的 好吃的 奶奶来 奶奶给你把头套拆掉 拆掉了 高兴了 立马就想皮一下 真鬼 满 来了 满满 听到吃的就连满感来了 她可以不带了 你缩回去怎么拆呢 拆掉了就可以玩了 好嘞 嗯 期待可以为所欲为了 想吃多少吃多少 小年年好开心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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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